中国懒人包单元来看到的是这种农民党一号芒果在台湾是相当少人种植的品种 而这种芒果呢如果没有授粉成功 果实的大小就跟鸡蛋一样 所以也叫做鸡蛋芒果 它果肉多甜度高是很多老涛的最爱 虽然主产在嘉义 不过在屏东也有果农采自然熟成栽种 因为产量有限吸引了民众抢购 果肉颜色很漂亮 小小芒果剥开果皮露出金黄果肉 让人看了忍不住咬一口 一口咬下芒果香气四溢 民众竖起大拇指 小小外形差不多就跟鸡蛋一样大 原来这种芒果称作鸡蛋芒果 它是农民党一号芒果没有授粉成功的果实 是在民国70年由农民党主席张明显混种培育而成 不仅种植小果肉多甜度高 还有细腻的口感 虽然主要种植在嘉义地区 如今在屏东也有果农采自然栽种 自产自销 它比较特殊的不用套袋 不用套袋会不会担心怎么样 是果营 我们用一些有机方法处理 鸡蛋芒果产季约在每年四至八月 产量有限可遇不可求 市价大约120元一斤 市内行人才知道的品种 越小越好吃 最好销的 最好销的 现在正值产季已经吸引老饕抢购 想要品尝的民众手脚可要快一点 记者苏世伟屏东采访报导 所以请假设费 词俑贵